以前没见过 今天这不是见到了吗 我也是第一次见到 像你嘴这么臭的 你先和我的拳头打个招呼 一上来就对我们出言不训 我还以为你有多能打呢 连我一拳都扛不出的废物 一个筑齐八重的二届弟子 哪来那么多优越感 助手的长老怎么不出来接见 元 出圣第七长老驾临 请助手此书的长老 前来迎接 你这个废物竟然敢打我 我鸾婆入门以来 还没有受苦这种欺辱 你找死 今日我要杀了你 就凭你也想杀了江鱼儿 不自量力 先过了我这关 滚吧 废物 怎么回事 都给我住手 助手长老终于肯露面了 西妹 这许久不见 恢复容貌了 怎么 伤势恢复了 脾气也见长 一来就让手下弟子打我的人 这是完全没把我这个意外战场 指挥使放在眼里呢 还是 你就是来挑事的 少给我师傅扣帽子 我们是过来帮忙的 不过你的人不懂尊卑 满口乌言慧语 居然敢侮辱我师父 我只是出手教训他一下而已 古长老 还是先管好自己的人吧 当然 如果他说的话就代表你的意见 你这个指挥使 也是狗眼看人低的话 我看 你还是赶紧把指挥使的信物 交给我师父的好 他比你更适合 哎哟 许悦 你死了那么多徒弟 是不是都是因为嘴尖死的 净山敢大言不惭 直接让我交出指挥使信物 知不知道你在和谁说话 我看是嫌自己面长了 小鱼 小心 不对 小鱼现在是原因了 我不用那么紧张 许悦 这次我看在你的面子上 只给你这个废物徒弟 一个小小的成见 再有下次 我就不会这么轻易地放过你 你说不放过谁 还有 你管这叫小小成见 和脑痒痒一样 一点感觉也没有 不知道的 还以为你是在给我按摩呢 武长老这也太客气了 什么 你 你一个普通弟子 竟然能抵挡住我金丹强者的一击 难道许悦给了你什么防身的法宝 少废话 赶快交出指挥使的信物 你不配做这个指挥使 再气急歪歪地 小心我抽你 少死 许悦 你这新弟子 别让他去探索秘境 我这便把他打死 看他还如何嚣张 不要白费力气了 我一只手就能拿捏你 我的耐心有限 最后一次提醒你 赶紧交出指挥使的令牌 否则你就惨了 你 以往羞辱许悦 许悦和他的弟子从来都不敢反抗 只能默默咽在这空气 这次居然这么嚣张 难道是他这个弟子 实力达到金丹巅峰了 否则不可能如此轻易便抓住我的兵器啊 许悦 难怪你明明已经废了 还敢来意外战场 原来是收了一个了不得的弟子啊 不过你以为这样就可以了吗 光会逞凶斗恶算什么 想要指挥使的性命 你们有圣主令吗 当然没有 因为剥夺你指挥使身份 是我刚刚想到的 既然你不肯交出来 那我就只能自己拿了 圣玄宗五年一次的考核正式开始 别人连圣玄宗的门都关不了的人 既然你不存在五家宝层 白墨淘汰 下一个 其后 使用一次断步机会 第五层亮了 身为魔术亲子 纵然第五层又如何 我圣玄宗不收 那就继续 真的 你让他九层亮起来 秦宇啊秦宇 当年留你一条命 你在大方苟且偷生不好了 非要来自取命 赵殿 李清禾 秦家血肠 今日必将让二人血债血肠 秦宇 你的行为 不可能 他明明已经经脉尽森 成为废人 怎么会 你 让我真正想 你能不能来吧 秦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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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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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无头 开始新的冒险 这都是些什么呀 退出 我要退出游戏 怎么这么造谓呀 怎么办 我们今天晚上都逼到无路可逃了 快逃啊 他们来了 快 Points 你们走 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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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啊 你 哼 朱顏 这就是你说的 又要成功出去 先要护起新智 牢骑精苦 现在够了吧 还不明白吗 父皇已经抛弃你的废物了 从今天起 朱顏我就帮你开启修围 选一把 抗出世上最强的剑 圣玄宗五年一次的考核正式开始 一个连圣玄宗的门都护不了的人 既然能够崇拜五家王层 白墨淘汰 下一个 即后 使用一次断步机会 第五层亮了 身为魔主亲子 纵然第五层又如何 我圣玄宗不收 大场几时 真的 你让他九层亮起来 秦宇啊秦宇 当年留你一条命 你在大荒苟且偷生不好吗 非要来自取命 赵天 李清禾 秦家血肠 今日必将让二人血债血肠 秦宇 你的血违 不可能 不可能 他明明已经经脉尽森 成为废人 怎么会 让我见证一下 龙南马 天鹤 走 不可能 寠グル will 出身 数据